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那种虚假的粉丝 通常是由系统自动产生的恶意注册的用户 收集用户注册的时候 僵尸粉是由系统自动产生的关注 曾经小凯的微博粉丝数量还不是很多的时候 小凯也看到了僵尸粉 就亲自一个一个把僵尸粉删掉了 如今微博的定期的青粉活动也是针对僵尸粉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不知道这个到底是微博的青粉行为 还是经纪公司时代风俊做的 有网友表示 三人是一个组合 但是微博粉丝数量有所控制 三人的粉丝数要一直保持这一定的差距 但是又不能过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王俊凯的粉丝数多于王源 王源的粉丝数量大于一样千玺的粉丝数量 并且依次差距的粉丝数控制在一百万粉丝以内 所以也有粉丝表示 每当组合中有一人导致了差距的不平衡 经纪公司就会干预 但是不管怎样 虽然粉丝数量有所减少 但是减少的都是没用的虚假粉丝